讲前道了啊 前道的第一层叫做守财奴 勤奸皆业 事前如命 这种人一般都比较小气 人这辈子修什么品行差点都没事 要想成那是必须什么大气 嫁给一个流氓都没事 但是绝对不能嫁给小气的人 你只要一个人小气 磁声没救 一小气就没救 人生核心的领导力 有没有这种人品好的干大事 有没有人品他的干大事 有 有没有性格暴躁的干大事 有没有性格味道的干大事 都有都不重要 但是这些人通通 所有干大事的都有一个特点 大气 他能够留给别人种感觉 这个人是干大事的感觉 听懂掌声 毛主席有没有给别人干大事的感觉 解放传人物 解放传人类 博主有没有干大事的感觉 天上天下 为我独尊 我要破都 祝尊 所以人第一个最笨的人就是小气 我同学当中 包括我认识人当中 我发现那些小气的人到现在没一个立起来的 就一个都没立起来 小气看着很会过日子 最后到现在还穷乎撩倒 我没见过一个小气的干大事的 也没见过一个大气的 穷乎撩倒的 能听懂掌声 就像上次 卢阳一个美容院老板 听我讲课听了一半 然后就跟我说 说肖哥 然后他说 我当时去到海令 开一个雕牌大衣 海令做皮革的 开了一个大衣 开了三只十八万 没死的买 我说你公司里倒闭不远了 赶快去买 不买一下你直接死了 他没过听文化 结果还没买 所以公司三个月直接倒闭 为什么会倒闭 你想想一个女孩 从上海跑到海令 去看三只要不要大衣 喜不喜欢 那是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为什么没买 八千当命 不舍得买 所以他就毁灭了 没能量了 人生没感觉了 做事业就没能量了 如果一个真的优秀女人 管他四八万 一百八十万 老娘喜欢就买 买了拿吧 马上扔了 但是感觉找到了 一转身在世界上爆发 多整个一千八百万 听懂掌声 能知道吗 普通人就是 为了把钱当回事 毁灭自己的感觉 高手是花钱找感觉 一转身上 事业飞翔 你会发现 人有感觉的时候 做什么都顺势 人没感觉的时候 做什么都毁灭 所以越毁灭越毁灭 越有感觉越飞翔 所以就知道了 以后还能不能小气 小气就是小气鬼 小气 凡是谁小气 就不要跟他玩了 凡是自己小气 自己要修炼了 就记得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这些大气量出来 小气绝对 包括一个女人 在选男人 看这个男人够不够大气 不够大气 不要聊了 能客通掌声 你不论他人品多好 不论对你多好 他只要不大气 我告诉你 跟他就没有未来 包括你跟着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 看他大气不大气 不大气 不论人品多好 不能玩 听懂扎声 因为这个人没有未来 所以 第一个就是小气 第二个就是干嘛 第一个叫手残奴 第二个要花钱 第二个 第二种人就厉害了 他叫花钱 你看 会财就是什么 会财就是正财 正财人 降财就是存财人 帅财就是花钱人 肖哥不是有钱的人还花 我没钱的人刷 我当时没工作 我的同学有工作 他们的钱 基本上80%都被我花了 当时我同学 一个月五六千 三四千块钱的工资 他基本上 一个月花个三四百 剩下几枪 我直接卡拿走 直接怕三天就花完 搞到最后 所有的同学都骂我 都不叫我 我一打电话都不叫我 我去都躲着我 没事 老子把大气花起来了 花起来之后 等成功之后 怕每个人几百倍 几百倍的回报 花钱 一定要花钱 我说的花钱 写上一句话 要花冤枉钱 两个字很重要 叫冤枉 很多人也花了很多钱 但你花的钱 都是很实用的钱 这个钱不会让人大气 花过多少冤枉钱 决定你有多大的气度 冤枉钱都花两个亿 那办实事的时候 拿个十个亿 那不是谈笑间吗 听懂掌声 能不能听懂 就像我那些员工 很多员工背叛我 怕直接一百万就送了 背叛的人 我都送他一百万 将来终成于我的人 那就是几个亿了 听懂掌声 就一个人背叛我 我都送他一百万 一下把我的领导魅力 全部给爆炸出来了 能听懂吗 你就知道了 说的东西花冤枉钱 那我车子 一辆一辆车子都没了 创业一次创业一次 每次一创业就起来了 等我不准备干了 我是说干就干 那些我感觉那些不会拯救人类 我感觉那个东西只剩下而已 完全没意思 里面有几百万张 我都是净身出户 能听懂掌声 所有创业都是竞争 一分钱不要 我每次都是归零 来到上海剩二十块钱 重新开始 所以花钱 要花用一下 花 给你老婆别光记着买衣服 记着花三块钱买一次花 买满屋子的花 让他体验什么叫灵魂的俘虏 能听懂吗 你 不要老是买实的 要买空的 买空 买空是灵魂的需求 买实是肉体的需求 听懂掌声 要学一会 你包括你买房子 买的是空间 买的是空 你到哪个别墅里面约空 那个别墅就约值钱 现在房子盖的都 房子挨房子 这房子都不值钱 因为它太实了 能听懂吗 最值钱的是空间 所以人生就是拿钱练人 把人练成 别用钱把自己毁灭 对不对 人生最大的自信 不是有多少钱 而是敢于随时面对 一无所有 听懂掌声 真正的强大 不是你拥有多少 而是随时敢于 面对一无所有 因为你相信 你可以无多生有 凡是一个 不舍得花钱的人 都是对自己 没有信心的表现 因为你担心 强化完了 未来咋办 一个真正敢花钱的人 都是对未来 充满信心的人 他可到今天的钱 知之零花钱 把这个墙花完了 马上征服的是整个世界 第一个是手墙 第二个花钱 第三个叫会花钱 第三个叫会花钱 通过花墙 给别人的生命带来喜悦 能不能听懂 比如一个 你买个东西 一看这个人卖的不容易 人家饭店 就是多给个 多给个十块八块的 多给个一般的 叫保安 给他弄饱足花烟 他就很开心 今天都可以开心一天 就像到国外 你给他一百块钱 他现在整个中国强大 你给他拿着人民币 他一开心 然后学习中国文化 他就很开心 能听懂吗 花钱 给别人的生命 带来喜悦 带来尊严 甚至让别人看到 他生命的价值 一个保安一看 这个老板开个劳斯莱斯 下来 还下来车过弄包烟 他感觉当保安好伟大 能听懂 让人活出尊严 开始花钱是大气 大气完了 就不要乱花钱了 够大气了 这时候要会花钱 如何让钱 释放出最大的正能量 请不吝点声 启动招式 能听到 第四个就很恐怖了 能达到第四步花钱的人 持生注定成为伟人 第四步 就是为自己的成长疯狂花钱 能够进入这个状态的人 人生必成 很多人喜欢花钱买车买房 我告诉大家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你至少花的成长的钱 你开的车子三百万 你花成长的钱 至少应该是你买坐的车子的钱的五倍 也就是五五两枪五百万 这是对生命的负责 至少是两倍 一个只要往自己变得更好的地方成长花的钱 比自己开的车的是十倍 这个人绝对是领袖之材 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生会毁灭了 买个车一百万 上课上了几年 只花了二十万 就是他把物质看得比文化还重要 他外在的车看得比自己的成长更重要 智慧根本就打不开他的发门 这就是真相 怎么叫成长你都不知道 成长有标准 成长第一个 就是随时随地接近真理 你那是知识的累积 你那叫学习不叫成长 你了解的是资讯 成长是让自己无限制的接近真理 这叫成长 听众掌声 你那个越学越迷糊 你能叫成长 你只是热爱学习而已 你不是热爱成长 第二个 汇体上无尽的接近真理 肉体上能量无限制的提升 身体越来越健康 第三个标准就是 越来越有干大事的感觉 通过上每次课 这个老师能激活你 让别人感觉 你越来越是个干大事的人 因为 别人会追随什么人 会追随干大事的人 人生唯一的核心就三个字 这三个字叫爱自己 爱自己的核心就是拼命成长 拼命成长的核心 就是拼命往成长上 不计代价投资 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征服世界的人 可以征服天下的人 那我这几年怎么来的 那我这几年 之所以 这几年 2012年两课都不会讲的家伙 2012年我懂事吧 什么课不会讲 只是在舞台而已 这两三年时间 为什么能变成如此得行 那就是这几年 肖格王学生的投资 是不计代价的 能听懂吗 你看看我这几年 打运转的 你看我讲课是不是1379 我讲课是不是1379 我讲完课 我讲课1379 讲完课是不是去降高人 是不是8642 我讲完课是不是可以收到钱 收到钱 我拿着钱是不是可以降高人 我降高人之后 是不是可以征服更有钱人的钱 让更多有钱人的钱 拿着这个钱 是不是可以见到更厉害的高人 更厉害的高人 学到更高的智慧 是不是可以降服更有钱的人的钱 用钱变智慧 用智慧变钱 我三次运转之后 你会发现 慢慢的我运转过以后 最后比最有智慧的人 还有智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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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